看一下就是大家的填寫问卷结果 目前看起来填寫的结果总共有50位 这一班好像62位同学 大概有12位同学是还没填写的 没关系啦,如果你还没填写的话 你就陆陆续续把它完成 不用写太多,大概简单扼要 让我知道一下包含你的程度,还有你的学习需求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 大概几个问题啦,包含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大家想要问一下 就是必修士学分这个课程,你是否了解 因为呢,目前全...就是... 全台湾目前有把那个城市设计 列为必修的学校其实不算太多啦 因为目前大概教育部规定是要求那个... 就是学生修这个城市设计是必要的 但是没有一定要把它列为那个...就是必修课程 那因为我们学校是走的比较前面啦 而且在106年,其实就已经开始那个必修 那个城市设计,其实就算是走的相当的前面 那可以看得出来啦,学校其实在对于那个... 大家的那个...未来的规划,其实相当的重视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好的,因为毕竟 你们比别人多一些专业技能,将来在竞争力上面 绝对会比其他的学校来的更...更有一些... 那个...这个...筹码啦 也就是将来如果你在找工作相对的... 如果源自毕业学生相对会比较受到青睐 另外的话还有必选修,因为学校还有... 有关这个...数位应用相关课 不是只有是层设计啦 那...数位应用相关课程的话 其实也是我教的,比如像这学习 有那个云端与APP... 云端应用与APP设计的课程也是我教的 ok...那当然呢... 那基上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 数位相关的课程做一个延伸啦 那希望说你们毕业的时候 除了说学会电脑相关技能之外 另外你们在大师也有个毕业专题 也能够把毕业专题给做好 那当然衔接到将来你的就业喔 我想相对的... 会比其他学校没有这相关课程训练的学生 会更有优势 ok...那... 再来的话呢 你对哪部分的课程比较有兴趣 我列了几个啦 那这几个部分当然也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包含就是Excel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还有基本函数 所以喔... 这学期基本上呢 至少我们会学到比较前面的部分 包含这四个吧 至少... 所以如果你对于Excel入门操作 比较不熟悉的话 可能在课后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找一些相关的教学 自己先去了解一下 那当然你可以从哪边... 图书馆... 找一些相关书籍 或者书店有Excel相关书籍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YouTube上面有很多的 一些Excel的教学啦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呢 基本函数的应用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呢 再更进阶的 Esscel里面有些进阶应用 或者是高阶的函数 再来最重要的 最难的啦 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VBA的橙设计 OK,所以渐进的 这学习大概方向 会是这样子 渐进的 那我不会一下子就讲 橙设计 我会渐渐的从 比较你们可以理解的 再到 你们可能会比较 觉得尖身的部分 按部就班的 让大家知道说 该怎么学习 但是呢 再怎么简单 还是需要花时间啦 所以喔 如果你假设啦 像刚刚填问卷 我发现有些同学 程度比较没那么好的 那或许你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 可以先做一些预习 其实相当相当有必要性的 那另外再来就是电脑程度 那还有其他同学 除了入门、进阶、高阶 可能连入门都没有 我看好同学填一些 可能连电脑都不太熟悉的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问卷结果 另外的话 你有没有再为自己的 这个就业做准备 当然这个因为我发现我们班上的 这个同学大部分都是大一新生啦 但这对大家来说还是有点 就是言之过早 不过也许啦 但如果你大一可以及时做准备 至少你在大学四年 相对的就不会是浪费时间的 我发现有些同学 就是会一直埋怨说 学校没提供给你什么 其实学校的资源还蛮多的 只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发挥 而不是说你混了四年之后 毕业就发现奇怪 怎么很多东西都没学会 然后还要毕业之后还要去补习 其实那你倒不如说 在学校好好学习 尤其像我们现在这种开设课程 其实如果你毕业之后再想学 进的时候再想学习 其实都要花钱学的 要缴学费的 OK 那你倒不如你先 预先做好准备 那再来的话 其中期末考部分 那原则上 我们以前的这个做法是 也许其中是一个报告 OK 那期末的话呢 也许是上级测验 大概会有这种模式 不过这个模式的话 也许我们会在 在看大家的学习状况 做一些这个调整 OK 那简单填写 对于那个陈设计认识 反正就一个大概 如果你完全没概念 没关系 我没有概念 OK 那主要是想要知道 说到底你 你到底要不了解 这个陈设计对于你未来的生活 或者未来的就业 有没有什么观点性 因为如果你学习一门知识 假设你不知道说学这干嘛的话 真的学的会很痛苦 所以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需要学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对于你未来的生活 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你知道的话 我觉得你会学得比较踏实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些东西其实跟生活 跟工作 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OK 那举例来说 其实在我生活里面 很多事情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不要浪费时间的话 其实都很必要用对的工具 帮你快速解决问题 不然的话你变成说 你一直都要浪费时间 在那边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 然后有点像机器人一样 那导布你把一些程式写完之后 这个问题大概也就解决了 那基本上的话 这个就这个我想要问的 那我们基本上来看一下 目前有51位 等于是有51位回复 等于是 总共有这个 大概还有11位同学没填写 那我们来大家看一下 那利用Google 这个云端表单的好处 就是说他可以快速帮我把 那个 你们填的资料 他原来填的资料 他会帮我放在 类似Exale 云端Exale 的 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他这个地方自动会帮我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以后的话 我可以看到说 谁有填写 谁没填写 另外的话 学号跟姓名 你们最好填的时候 尽量还是给我完整的资料 否则我还要自己去查 那当然增加我的困扰 OK 尽量就是填写 学号 后面加上姓名 OK 像这同学 29号 48号 现在 以后的话 填一下名字 我知道之前有同学是因为 他可能是外籍生 那填输入法有问题 至少你给我个英文名字也没关系 至少让我知道一下是谁 不然我还要自己反查一下 像这几位同学 那 等于是说呢 Google云端的 这个 功能 其实相当便利 以前如果 你们如果要填 资料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我可能要把它印出来 给各位 然后一人一份 然后填 填完之后 我还要再Q录电脑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如果用云端的话 第一个啦 你在远端 甚至你在手机上面 你也可以填 那填完之后的资料呢 通通帮我放在 这个云端上面 那我以后如果要做统计分析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在云端上面 就可以有这些资料 或者甚至怎么样 我也可以从这边档案 它面有一个下载 它也可以下载在Excel 也就是说 像这个资料呢 也会跟什么呢 跟我们的Excel 可以做串接 OK 所以呢 假设用对方法 真的还蛮方便的 那再来的话呢 它其实有个还蛮好的 用的功能 就是可以快速知道说 目前大家填写问卷 的状况 是怎么样 所以你会发现我这边有个回复 问题在这边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要怎么建立一个表单 其实建表单非常简单 不外乎就是说 第一步 从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怎么登 其实很简单 登入Google帐号 这边都有 云端硬碟在这里 OK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 你要弄个表单 你按照步骤 一找到云端硬碟 二新增什么 新增表单就好了 新增一个什么 Google表单 它这边会说要不要建立 要建立功能好了 那点进来之后的话 其实很简单嘛 名称叫什么 说明一下 然后第一个问题 再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好 那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方式 把什么呢 第一个 什么问题 然后 里面的话有什么 副标题 副标题里面有点 然后第一个问题 加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 那分别做好之后的话 最后再按一下这个 预览 那这个预览实际上 做好之后的话 我把它预览一下 预览的话实际上就是 这个连结 就是将来你可以提供给 别人的一个连结 所以你把这个连结丢给别人 别人就可以收到 那并且可以填资料 填完资料之后 就会自动跑到哪里 你的回复里面 那你可以再点 这边有一个 类似Excel的试算表 你可以看到 人家填写的资料是什么 大致上这样 那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了解一下Google的云端 那可是有同学会说 老师这个网址太长了 怎么办 没关系可以缩短 那我怎么缩短 基本上我会把这个网址复制 然后开一个 这个连结叫 gg.gg 所以你们刚刚有看到 一个gg.gg 这个就缩短网址服务 那怎么缩短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网址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你可以按一个 shooterUI 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缩短网址 gg.gg 也就是说你如果将来呢 要让别人呢 直接就是扫描 然后也可以直接连到网 那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案 其实用的还蛮普遍的 那也就是这样的流程 做完之后的话 你们的资料呢 就全部填到 我的那个表单上面了 OK 大概基本上这样啦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相关 就是说 对于这门课程 的一个学习的需求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课程 是不是 知不知道 大部分同学好像都蛮清楚的 不错耶 大概有11.8 同学是非常支持的 OK 那 有点知道 大概是 蛮多的耶 所以其实大部分同学都很清楚 这个学校的做法 OK 那其实为什么学校会有这种做法 其实大概很简单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在起跑点就领先别人了 OK 然后再思考一下 就是说 因为你毕竟你会走向社会 然后会到社会上工作 所以思考一下 你现在学习的科系 像中文系有没有办法 跨域的跟这个资讯 跟城市能够做结合的部分 OK 人文能够跟科技怎么样做结合 这也是需要思考 那毕业之前需要修两门的数位应用相关课程 这个大家 大部分同学也都知道 只有少数几个同学不知道 OK 顺便 让大家这个 那再来的话 有比较有兴趣的 课程范围 大致上是哪一些 那可以看到 大部分同学 82.4%的同学 哇 好像对于哪里社会入门操作 不是很熟悉 这就比较麻烦一些些 那理论上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 程式设计 所以理论上是 不会讲太多这种太基本的东西 当然我会尽可能的 当然不过我 看到大家的需求 我也尽可能 把那个上课的步调 稍微放慢一些些 也许哪 动作也许不会那么快 不过 假如说你对于 一次有完完全全 没有太多的使用经验 或者是不太熟悉的话 那请各位 课后呢 再花一点时间 稍微了解一下 不然的话 以后你要 把这个课学好 恐怕 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那再来 比较有兴趣的同学 对那个 27.5% 对那个VBA的程式设计有兴趣 这算相对的 接近三成的同学 OK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网路抓资料 就等于是网路爬虫 23.5%同学有兴趣 12位同学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资料库 另外还有基本函数 高阶函数 高阶函数 完全不懂 都没兴趣 有一位同学都没兴趣 OK 那 再来的话呢 电脑程度部分 这个也是我 这个 蛮意外的 为什么 因为 当然 电脑 其实跟生活 跟工作 其实其实相关 所以 毕竟这门课程 需要用到电脑的 比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 假如你对于一些 基本操作 比较不熟悉同学 或许 可以再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吧 因为 毕竟 电脑领域其实太大了 然后 很多东西还是要了解 那 当然呢 我不会说一下子 给各位太难的东西 也会让大家 那个渐进的学习 那除了渐进的学习之外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上课也会把 那个上课部分 录影下来 然后呢 也会提供给各位 所以如果说 你假设 你对于 有些比较 深色困难的部分 还是不熟悉 没关系 将来也许 你课后再把影片 上面看一下吧 不然的话说真的 我可能 讲课 虽然我会讲慢一点点 但是很多东西 其实也不可能说 讲的太慢 有些连贯的部分 一下也都过去了 如果你没听懂的话 没关系 也许你课后部分 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 趁这个机会呢 赶快把 该学的部分 赶快把它学好 OK 那 其他的话 还有完全不会的 还有什么 很久没用 另外的话 几乎没碰 哇 这个 这个时代 基本上 电脑还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 基本上 还是尽可能的 就是说了解一下电脑操作 当然很多功能 其实手机上也可以完成 不过 有些时候的话 因为 手机萤幕实在太小 操作起来 其实很多功能 还是没有那么便利 尤其是像Excel 哇 这资料这么多 手机上虽然也可以显示 只是说呢 你没办法说 一下子看到这么大量的资料 然后呢 你操作起来 要输入要修改 其实也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呢 好 选择 入门的同学 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对未来做一些 就业上面准备 其实绝大部分还不急 因为我看大部分同学还是新生 那有开始充实的 有大概占35.3% OK 18位同学 其他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准备考究所 OK 有三位同学 不过问题是 即便你考上研究所 将来还是要进到社会 OK 那即便你考上研究所 还是会用到电脑 因为还是要做 做论文 做报告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寻找方向 那有一位同学是军人 不过现在这个 在那个 军事的那个数位化 其实比重也蛮大的 那还不清楚方向 OK 找工作不难 其实找工作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要找到适合你的工作 薪资是高的 其实当然就有点困难了 那这个其中考部分 大部分同学还是倾向是缴交报告 那期末考 大部分还是想 大家同学还蛮喜欢交报告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我报告的这个分数 第一个 你一定要就是 第一个不要抄袭 因为很多东西说真的 你Google一下 大家有答案 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Google上面得到的 所以 尽可能的话 将来你的报告 是出事于你自己打的 OK 我只是希望 当然我要求的字数不多 不过 绝大部分我是希望看到的是 你自己的意见 OK 而且是你经过自己思考过的东西 那简单写下你对基 这个基础程式设计的认识 当然同学有 高中有学过Python 如果学过Python的话 大概概念其实相似的 那另外同学说 感觉对我来说有些复杂 其实程式是真的有点 但你也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因为其实说真的 简单讲讲 程式第一个 就是不能有任何一个字出错 OK 所以你只要不要写错就好了 所以要非常细心 如果你有细心的这个特质 也许你就有 写程式的第一要件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刚刚同学逻辑的部分 如果你有点逻辑能力 不过基本上也不是很复杂的逻辑 再来的话呢 这个需要做个到顶尖的设计师 不过跟各位讲啊 现在的未来的工作 其实不见得说 你就是只是单单做工程师的工作 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跟人有关的 跨域的部分 因为毕竟你写出来东西是给人用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单了解电脑 不了解人的需求的话 其实要做个顶尖的设计师 可能还是有问题 然后还有很厉害 完全不了解 OK 然后 好 大概是这样 好 其他的话呢 对于数位跨域 为什么提到数位跨域 因为其实未来的需求 其实不是单单只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 电脑还是设计给人用的 所以要怎么样设计出一个 对于人的生活 应用有助益的这个功能 其实也是需要深度去思考 不是只是单单功能上面 而是说真的人需要什么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很需要什么 人文相关的素养 因为人文素养 如果把它带到程式里面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个程式会相当的让人家觉得 第一个很友善 第二个的话呢 很贴心 再来的话第三个也许 感觉就是很温馨 而且富有感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 这很多电脑就不再是冷冰冰的 OK 好 大致上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 第二部分 我刚刚有提供给各位第二个连结 第二个连结的话呢 就是这个 gg.gg excel to vba 那这个连结的话 请各位务必要记下来 因为这个连结的话 将来 我们上课都用到 所以你就把这个gg.gg 直接把它 输入到 网址上面 网址列上面 那一样我是把它缩短网址 它原来其实就很长一串 那 这边多了一个 刚刚加这个 刚刚我新增 它就新增到我这边 然后把它关掉 这也许把它删掉了 把它移掉 OK 那 首先的话第一个 待会请各位呢 先帮我做一件事 下载那个范例档 OK 这个东西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就是至少你要学会 把它下载下来 OK 下载方式的话 你把它进到里面 右键下载也可以 或者是点下 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把它解压缩 按右键 但你电脑里有解压缩字 这个我想每个电脑都不一样 然后呢 范例档案部分的话 解出来之后呢 待会请各位呢 先稍微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不外乎就是 从1到6 然后其他还有相关范例 那原则上 这些都是我们将来上课用到的范例 那原则上我会按照顺序 123456 一直往下 那 所以今天的话 请各位先帮我开启 第一个范例 这个什么 01 文字与資料函数的01 文字与資料函数 那首先当然 先打开之后 启用编辑 启用编辑之后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思考 但我们现在还不急着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不过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Excel其实 他的实际上用途 主要是解决你一些资料上的问题 包含第一个问题 你们等下想想看 当然有会的同学 直接可以试做看看 不会的同学 可以先摸索一下 用哪些函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把F到H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变成一栏里面的手机号码 那规则的话就是什么 0911-0841-007 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假设1的这个栏位底下 我需要的规则是 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配合什么 配合09 配合1杠 2杠 然后这边一定要3码 比如说如果2码就补一个0 1码补2个0 那如果3码就不补0 OK 把它变成什么 这边的一个电话号码 那当然呢 不是要你涂法链钢 因为我讲过啦 我们要提高效率 第一个就是什么 可以用对方法 那其中的话 最棒的方法 就是是不是 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按钮 我只要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把这件事完成 那也许再多一个按钮 我按下它之后的话 它自动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清掉 诶 那这个当然实际上这个就是VBA OK 就写程式 只是说我们先不讲程式 如果一般呢 假设Excel里面的话 是先用什么 插入函数 然后把它串接在一起 诶 可是如果我希望用串接函数的话 用哪些函数 可以做到 刚刚讲的这个需求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什么 这个档案先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解压缩 我把那个 我这个画面分享 先把它关掉 画面还给大家一下 先试做看看好了 那待会呢 我们再接着继续看